暂费 那么这个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开始 那么我们进入佛道的出门 中始该罗从最终到最开始到最究竟 通通要发普利心 就像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那么他不管餐到哪里就说我发普利心 发普利心然后我来学 这些法 所以说终始该罗不可暂费 所以我们《华言经》里面说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根 是为磨叶 如果我们忘记了菩提心 我们修种种的善根 不能回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的话 那么这个都是人天的果报 就变成磨叶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万善 不管是一个低头一个合掌 共相共花共佛 念佛 诵经此咒 都要回向菩提 不然的话 暂时忘思菩提心 依照菩萨来说 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终始该罗不可暂费 我们念念要不忘菩提心 所以我们念佛也是这样 我们念佛就是为了成就佛道 为了要度化众生 那么范婉经说 若佛子常起大悲心 如果是佛子的话 应当要有大悲心 乃至若见牛马 猪羊一切畜生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牛马 猪羊还有一切的畜生 应心念口言 应当心里面思维 嘴巴要说 说辱世畜生发菩提心 意思就是说 跟众生说你要发菩提心 要发菩提心 而菩萨入一切畜山林川野 皆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 一百六十页 就是菩萨 我们不管在山上 森林 河川 平野 对啊 那么都要看到一切众生 都让他发菩提心 若菩萨不发 教化众生心者 犯轻构罪 这个是菩萨戒 就说如果菩萨 不发心 教化众生者 没有发这个教化众生心的人 那么犯轻构罪 这个范婉经有 十重四十八轻 四十八轻罪 其中的一个罪 就是不发心度众生 所以我们要常常能够发菩提心 就像这个华严经 进行品里面 不是说嘛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这个 我们说 如果大小便 当愿众生 弃贪嗔痴 捐除罪法 那么种种的 行为当中 都要有这个 利益众生的心 那么 那么 依照这个文书菩萨说 如果我们 常常有这个菩提心的话 那么一切佛法自然而然 就能够圆满 能够成就 所以要有这个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我们 的根本 所以 那么这样来说的话 我们念佛的人 也是要有菩提心 我们念佛 要想说 这个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 回向法界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往生极的世界 我们的诵经 也是一样 这个 因生的遍满十方法界 让一切众生都能够 离苦得乐发菩提心 那么 所以我们念佛 叫做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如果不发菩提心 那么我们往生极的世界 就是中下品 中品下品 如果发菩提心 那么就是上品人 上品往生的人 所以依照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 下品的 是造罪众生 中品的人 修诸功德 世间功德 出世间的 功德乃是 持戒的功德 然后来回向 那么上品的人 就是属于发菩提心的人 发菩提心 读诵大圣经典 对不对 等等 所以我们要 要发菩提心 我们念佛的人 要发菩提心 那么 念佛的人 怎么发菩提心 我们怎么样 去度众生 我们就想说 这个佛号 就能够度众生 这个佛号 就能够 普遍十方 供养一切众生 让众生 离苦得乐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怎么能做到呢 比如说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 这个下品往生的众生 灵命中的时候 听到这个佛号 乃至于念 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 重罪 对不对 他听到一句佛号 能灭八十亿劫生死 重罪 那么如果我这一句佛号 能够普遍十方 让众生听到的话 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 重罪 那么我们这句佛号 能不能给众生 利益 能不能给众生 功德 我现在耳朵和尚说什么 能不能呢 能不能呢 就是看我们自己想 如果你觉得能呢 就是能 因观法戒心 一切为心照 那么一切的 这个众生听到佛号 那么就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我们就 当他现在是灵命中吧 每个人都听到佛号了 都灭一念 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那么我们现在 在当下念阿弥陀佛 我补卫十方一切众生 我的冤亲在主 历劫师长父母 那么都能够听到这一句佛号 那么都能够灭生死重罪 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如果呢 以这句佛号 进法戒虚空戒 为一切众生而念 就叫做发菩提心 此此名号 那么如果我们念这句佛号 只有想说 阿弥陀佛 你还会叫我来跟着呢 你不要忘记了呢 我很想去教世界呢 那么这个只有为自己念 没为众生念 这个 经典里面写 小念见小佛 大念见大佛 有的人不知道有说小生念见小尊的佛 大生的念见到大尊的佛 那么这个小念见小佛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念这一个佛号 只想要说 我不要去 继续轮回了 我要去那个没有 痛苦的 但受猪热的世界 我不要跟这些 欧罗无数的作为 我决定不来了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小念 那么小念见小佛 大念见大佛 就是说我现在是发菩提心念 为了要成就佛道 普化一切众生 那个不是我往生以后的事情 我当下这一念 就能够周遍法界 让一切众生 普闻阿弥陀佛的圣号 念念 灭八十亿劫的生死 众苦 所以这一句佛号 就当下能够回向法界 一切友情 让众生 离苦得乐 那么以我这一念 五位法界 一切众生念的心 叫做大念 大念见大佛 不是大声念 不是说叫你大声念 那个叫做念大佛 是说呢 大心为一切众生念 那么这个就是 叫做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所以我们在 往生论里面说 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呢 因为我要去成佛 我又要利益众生 当然啦 如果我们以这个 普贤菩萨说的 行愿品的话 利益众生 不见得 要到了极乐世界 才能够利益 如果我们以刚才说 观无量寿佛经 来说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众生 只要听到佛号 就能灭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地藏经也说啦 众生灵命中听到佛号 就不堕三二道啦 所以你如果在这念佛 万不利有人死去 又听到 就不会堕三二道 也要刚才好 他都死了 你刚才念 就会听到 他都不用去三二道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发出这一念心 当然我们是不要这样想说 我现在念佛号 有人读死的时候 读摩基三二道 是没有这样想 但是呢 是想说 这个佛音 能够周遍 使法界 那么 如果你就说 我要怎么发给周遍 你就说阿弥陀 去周遍 没我的事 对吧 没有周遍 那是阿弥陀的事 对不对 我就有这个念 我只是动这个心念而已 我们呢 我度我自心的众生 阿弥陀度阿弥陀自心的众生 当我们呢 慈悲我们心中的众生 我们度自己 所以呢 我们这个念佛的 也是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再来我们看这个 华言经 所以我们说要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 平常念佛的时候 只要有念阿三句五句十句都是这样 为一切众生念 这个大念呢就有大功德 再来说华言经云 遇见十方一切佛 遇失 无尽功德障 遇见十方一切佛 下面应该有个斗点 说遇见十方一切佛 如果想要见十方一切佛 然后遇失无尽功德障 如果想要 布施无量无边的功德给众生的话 遇灭众生诸苦恼 疑因速发菩提心 如果想要快速的灭除众生的 这些痛苦烦恼的话 应当要赶快发菩提心 那么第一句当然就是想要见十方佛 如果想要见佛的话 一定要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品不是说 如果能够发这个十大愿 灵命中自然去极乐世界 因为 发菩提心自然就见佛 发菩提心就见佛 幽与呢 菩提心者 有如种子 能生一切诸佛法固 菩提心就像是这个种子一样 能够生起一切诸佛的这个佛法 菩提心者 有如良田 能长众生白净法固 这个菩提心就好像很好的田一样 能够长出众生白净 洁白清净的法 菩提心者 有如大地 能持一切诸事兼顾 这个菩提心就好像这个 大地一样 广大的土地 他能够持一切诸事兼 大地能够承载 一切事兼 菩提心者 有如净水 能洗一切烦恼 够故 菩提心就像清净的水 如果水清净的话 就能够洗一切烦恼的污 不够 菩提心者 有如大风 普遗世间 无所爱故 这个菩提心就好像这个风 吹在世间内 没有阻碍 没有阻碍 菩提心者 有如圣火 能烧一切诸鉴心故 菩提心就好像一个猛烈的 这个猛烈的火一样 能够烧一切的诸鉴 鉴就是知鉴 斜之斜鉴 扶发菩提心就能够烧这些 珠鉴 那么这斜之斜鉴就好像这些 心就是火柴 柴火 这些柴火如果遇到菩提心一烧 这些斜之斜鉴 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我们有菩提心 为了 为了要度众生 所以我一定要往生级的世界 为了要度众生 我要成佛道 为了要度众生 我要广学 一切的 这些功德诸法 那么发菩提心 就能够去除这些种种的 这些 不正确的知见 烦恼 痛苦 那么能够生长种种的功德 所以 法院经说 应当要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 众生 应当 常常 要不要忘记 这个 菩提心 我们要利益众生 成就佛道的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 Namom Amitabha Namom Amitabh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一百六十页 最后一行 他说 菩提 离本性质周远 何甲发心 不心妄念 他问说 我们这个菩提 离体的根本 这个自性本来周遍圆满 本质俱足啊 何必要甲戒发菩提心啊 你说发菩提心 能够成就这些 佛大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本性这个菩提本来就具足啊 圆满 何必要发心呢 故心妄念 何必故意生起这些 虚妄的念头 他的问法就是说 本性就是这样圆满 为什么要发心呢 发心不是多的吗 那么回答一百六十一页 说 波日经允 若菩萨 知心性 即是菩提 而能 发起 大菩提心 是名菩萨 就是说 菩萨如果能够知道 我们的心性 就是菩提 我们的心性 就是智慧 那么 而能发起 大菩提心 就是说 菩萨他知道 自己的心性 就是菩提 然后呢 能够在 事项当中 发起这个 利益众生的 然后又有 觉悟的心 那么这个叫做 菩萨 那么菩萨并不是说 不知道说 我们的心性 就是菩提 菩提 但是呢 我们 虽然呢 知道心性是菩提 但是这个 功德 还不是说 圆满 像佛一样 所以菩萨他还要发起 这个大菩提心 这个世民菩萨 又上手菩萨云 那么 无与无所求中 而故求之 又无所发 那么 我在无所求当中 而去求 但是我虽然求 但是无所发 那么 意思就是说 我们虽然知道说 这个心性本来具足 但是呢 还是要去修了 我们前面有说过的 本性 性德 虽然具足 但是修德 必须要去修 才能够显现 就像我们说 我们说这个 做三十七年不是 中文国师说 佛生无作 非寇之而不丧 我们这个佛性 虽然本来具足 但是呢 如果 世心不作佛 世心是不能是佛的 心性虽然是有 但是如果不去做 不去修的话 那么只是一个 本性而已 所以因此要 无所求当中 又去求 再来说 菩萨与 知一切法 皆无所发 而发 菩提心 菩萨知道说 一切法都是本事 具足啦 也没有所谓的发啦 但是呢 而发 菩提心 而发起这个 菩提心 所以 菩萨发心 他并不是认为有发心 所以他因为他问的人说 何必要发心而生起妄念呢 那么他就 这个永明元寿大师就说 菩萨他发心 可是他无所发 啊 并不是我们有一个众生可度啊 有一个菩提可求啊 菩萨知道说他求这个佛道 但是没有佛道可得 所以说 知一切法皆无所发 虽然无所发 但是他发菩提心 啊 那么这个无所发就是前面讲说 菩萨有两种法啊 能够远离魔道 第一个就是到一切法皆空 啊 这个叫做无所发啦 啊 但是呢 第二个呢 就是要慈悲一切众生 啊 所以要发菩提心啊 啊 所以皆无所发而发菩提心 就是无所助而生这个亲近心啊 啊 所以菩萨是这样子了解的 并不是说 菩萨认为他有菩提心可以发 有众生可以度 啊 当然我问的人呢 就一直说 菩萨度众生是不是执着 啊 比如说有人说不要执着啊 那菩萨执着要度众生是不是执着 啊 那么菩萨他们知道说他们虽然发心但是无所发啦 啊 那么然于所证真如啊 啊 菩萨他们对于所证的真如离体啊 啊 他们理解到说 如外无智 啊 所证的真如呢 如外无智 离开真如离体之外 没有智慧的用 啊 意思说菩萨他们知道说他们能够 证得的智慧 实际上不离开这个真如 啊 如外无智啦 啊 所以最后虽然证得智慧 可是呢也只不过 啊 这个本来的离体 啊 啊 所以说如外无智 啊 那么再来说能发妙智 智外无如 啊 这个呢 这个呢 极灭的真如体它能够发生 啊 能够发起这个妙智 啊 那么离开妙智慧之外 并没有真如 啊 那么这个是讲说真如啊 跟智啊 智是能证 真如是所证 啊 能证的智慧跟所证的真如啊 那么两个是不依不易的 啊 两个是没差别 最后究竟的时候啊 我们呢 能证的智慧跟所证的真如是 呃 没有 差别的 啊 所以说 智外无如如外无智 所以它说能发妙智 智外无如 而离开这个智慧之外也没有真如 啊 下面说 双兆双则 不纯不敏 双兆 啊 就是说 我们这个 菩提智慧 啊 也要 那么呢 涅槃的这个真如 也有 啊 叫做双兆 比如说我们啊 佛就说我们要求智慧啊 啊 有菩提涅槃啊 我们要证得菩提涅槃 众生都是在烦恼生死当中 所以要求这个菩提涅槃 我们叫众生要发阿尿多尔三妙三妇 菩提心 然后最后要求这个究竟无语涅槃而灭肚之 这个叫做双兆 双兆就是说 佛啊 就像金刚经我们以金刚经来说 虚菩提说 发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的人因云和柱云和降伏其心啊 那么佛就说 发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的人啊 要怎么发心呢 就是呢 要若软生胎生四身化身 那么呢 都要令他入无语涅槃而灭肚之啊 这个叫做双兆 什么叫双兆 就是要发菩提心啊 菩提要有啊 然后呢 要证得什么 要涅槃啊 这个叫做双兆 菩提就是智啦 那么涅槃就是儒啦 所以有时候佛经也就是双兆 双兆就是说 你要发菩提心啊 然后让众生入无语涅槃啊 常乐我尽啊 这个叫做叫我们要发心 发菩提求涅槃 最后呢 又双兆 双兆就是说 我于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十无所得 那么我于涅槃也十无所得 这个像信经说 无苦即灭道 无智 亦无得 我没有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的 智 那么也无所得 也没有涅槃 所以菩提涅槃都不可得啊 叫做双兆 双兆 那么有时候啊 佛经又叫我们求菩提涅槃啊 有时候又叫跟我们说 菩提也不可得啊 涅槃也不可得啊 那么呢 众生就觉得说 无萨萨 一下就说要发菩提心 一下就说又没有佛道可得 一下说要度众生 一下又说没有众生可度 这个叫做双兆双遮啦 双兆就是说如果啊众生呢不知道 双兆 沉迷在生死里面啊 所以就叫我们要发菩提心啊 要求这个涅槃啊 因为生死是苦啊 所以我们要这个生灭 灭以极灭为乐啊 这个涅槃是常热我净的啊 所以那时候就要叫我们求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啊 然后呢要 者就近的涅槃啊 这个叫做双兆 那么双遮就是说啊 如果菩萨认为啦 有菩提可得啊 有众生可度 有涅槃可证的时候啊 到了最后的就要双遮 就跟他讲说 我与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食物所得啊 就像我们说 关于切法空 空亦空嘛 到最后空也不可得 所以菩提也不可得啊 涅槃也不可得 叫做双遮 是为了要让 这个菩萨最后就近圆满的时候啊 所以告诉他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不可得 也没有发妙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也没有众生可度 也没有佛道可乘 叫做双遮 那么有时候遮啊有时候照 对不对 那么就要这个 看情形啊 那么佛有时候遮 有时候照 所以叫做双遮双照 不纯不敏啊 不纯就是 有时候 佛没有菩提可得也没有涅槃可证 所以叫做不纯 那么不敏啊 就是说 佛有时候叫我们要度众生 那么也要求菩提 所以不纯不敏 再来说不恶而恶 理智自分 这个体用不恶啊 菩提跟涅槃啊 智跟乳啊 他们没有分成两个 但是有时候呢 而恶就是 因为呢 要分别它的作用 所以恶 所以理智自分 那么理就是涅槃啊 智就是菩提啦 好像我们有一个菩提 能证 那么呢 涅槃这个理呢 是所证 好像有一个能证跟所证 这是不恶而恶 所以有理有智 所以就像我们说 这个有情 这个无情 那么呢 这个 这个是理 这个是智 这个是不恶而恶 才分 那么如果恶而不恶能所寄己 如果讲说 这个智慧的 这个菩提跟 离体的真乳呢 他们两个其实也是不恶啦 虽然 看出来 体用是不同 但是实际上 都是同一体的 那时候能所聚集啊 就没有能证所证 所以说无知亦无得 没有能证的智慧啊 也没有所证的涅槃 所以能所聚集啊 就两者双亡 当然这个是 佛就近的智慧 那么佛就近正德的道理 是对我们来说 是比较深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有时候佛说法是这样子说 有时候佛说法是那样说 那么我们自己啊 不能理解 不要认为说佛法自相矛盾 我们自己不能理解就会认为说 佛法矛盾 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说 不了解金刚经的人就说 凡所有相就是虚妄 啊 可是呢 这个佛经又叫我们观这个阿弥陀佛的相 那么呢 金刚经说 若以色见我 因生求我 那么又叫我们观佛的色相 又念佛的名号 那么这个是不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法呢 我们会觉得说 金刚经说的法跟阿弥陀经说的法 是会矛盾 或冲突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众生的不能理解 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说恶而不恶不恶而 就是说如果依照 这个佛菩萨他们所证的理体啊 虽然现在在念佛啊 可是当体呢 也没有能念的心 也没有所念的佛 对不对 那么呢 那么虽然这个无所住啊 可是还是要念佛 还是要拜佛 无所住而生清尽心啊 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啊 并不是说无所住就是什么都不做 所以全理及事全事及理 则全部念佛的事项当体就是理体 那么全部金刚经所说的理体 不理是哪里啊 不理布施 不理修一切善法 也不理拜佛念佛啊 那么这个就是恶跟不恶啦 他们的这个关系啦 那这个道理呢 我们要多听啊 我们要多听啊多学啊 就会啊 刚才说要发普遗心 再来说 恶吉归命三宝 吱吉归命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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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无上福田 三宝是无上福田啊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发普遗心 我们想要上求佛道 要笑话众生 我要求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无上正等正觉怎么求呢 不是说自己求 我自信就是佛了 我不用皈依三宝了 我自信就是佛了 我不用慈戒了 不是这样 要归命三宝 归依佛两主尊嘛 对不对 那么归依法要深入金藏 那么归依身呢 要这个和和 大众 那么所以说 这个我们其次就要归依三宝 然后这个三宝是无上福田 吱坚固心 拒不坏性 就是我们对三宝的功德 不坏性就是说 我们不会 坏失了这个信心 我们具有坚固不坏的信心 对什么坚固不坏的信心 对佛 有坚固不坏的信心 对法 有坚固不坏的信心 对身 有坚固不坏的信心 那么对三宝呢 就是要有坚固心 不坏性 那么意思是说 我们要相信三宝 相信三宝 当然三宝有很多啦 如果我们一般来说 有四相的三宝 立体的三宝 一体的三宝 所以呢 有人说 这个外相的三宝 那个是四相的三宝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留下来这些佛像啊 那么这个是佛宝 留下这个经典是法宝 那么留下来的这个出家众 这个形式呢 外相呢 就是身宝 那么当然有人说 哎呀那个留下来的佛不是真佛 那个都是紫雕 那个都是紫雕泥素的而已啊 法也不是真法 那都文字啊 甚至有人说出家人也不是出家人啊 那也是外相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三宝呢 有四相的三宝 有立体的三宝 那么有一心的三宝 那么当然外相啊 如果讲四相的三宝 当然这个纸啊 纸雕泥素呢 它呢 就是一个石头 就是一张纸 那么呢 就是一些色彩 颜色形象而已 那么那如果我们要去起分别心 那么它就是木头 就是泥土啦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要去起恭敬心 那么它会升起功德的 虽然它是纸雕泥素 那么那如果我们起恶念 去破坏 会有罪业 会有罪业 那么罪在哪里呢 罪在我们的心啊 对不对 功德在哪里呢 功德也在我们的心啊 如果这个佛像 你不恭敬它 罪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心啊 佛也没有惩罚我们啊 就是我们自心啊 断绝 这个善缘 不相信佛 那么我们法也是一样法 如果不恭敬 最后伤害的也是自己啊 那么当然生也是一样 生这个有修行没修行 有持戒没持戒 甚至有人说 有得戒没得戒 有些人会讨论说 末法的人啊 大家都没得戒啦 那没得戒不大家都没救了吗 所以呢 这个得戒不得戒 当然也可以从外向 可以从缘起 那么也可以从心念 上来说啦 但是我们 对一个 恭敬三宝的人 就是要这个 兼顾心不坏性 除了事项有三宝 理体也有三宝啊 心也有三宝啊 什么叫自心的三宝 自性的觉性 菩提就是你的佛宝啊 你自性的清净法身就是你的法宝啊 那么什么叫我们自心的三宝呢 和和无碍嘛 就是如果我们当我们的智慧完全了解我们的真理的话 在一切时一切处 射身相位处法 能够能理事 合合 那么能够 菩提涅槃 智慧跟 真如 真如理体合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自心的身宝 所以我们要归于自心的佛宝 法宝 身宝 当然 三宝有很多的 这个 明相差别啦 那么但是我们一般来说 虽然自心三宝 但是也要 也要恭敬四项的三宝 四项三宝是四属地啦 四属地不能坏 你不能说跟你爸爸说 你也有佛性 我也有佛性 大家都平定啊 对吧 那这样怎么可以呢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这个 起坚固心 聚不坏性 然后 离五部位 成三菩提 五种部位 部位就是说众生 修菩萨道 学佛会有五种部位 第一个 不活位 不活位就恐怕 自己不能够 存活啦 比如说我们修行 是会害怕 或者是布施害怕 第2个 恶民位 我们害怕民生不好 那么 第3个 死位 害怕会死啊 我们会怕死 然后第4个 恶道位 害怕会堕 三恶道 然后 最后是 大众 威德位 在大众当中 我们会有畏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 没有真的成就 真的 这一个 这一个 有这个 智慧 像佛一样说 我是佛 那心里面 没有恐怖 那么众生如果倒妄于 其实呢 他心里面会恐怖啦 虽然他骗众生 说我是佛 但是实际上心里面 这个 不牢固啦 心里面不坚固 那么我们如果相信三宝的话 我们就没有这种畏惧 没有畏惧 我们也不用怕死啊 也不用怕佛不下去啦 也不用怕人家对我们如何了 所以要对这个三宝有信心 因为前面有坚固心不坏性嘛 所以能够礼物部位 成三菩提 再来说 最初之因缘 设一切善法 我们最初 发普利心 归命三宝的 这一念 因缘 就能够 设一切善法 那下面就 以经典来证明这个 归一三宝 的力量 他说 大报恩经云 如阿瑟士王 虽有逆罪 阿瑟士王害父 那么呢 害母 对不对 害他的父亲 这个贫婆 Solo王 他的父亲做国王做太久了 这个太子等的 都已经很老了 已经没飘飞了 对不对 像英国那个 那个查理王子 现在已经 变得老查了 再来就找查了 有够了 你看 查理王子 他那个儿子是 戴安娜王妃生的儿子 也都禿头了 就已经禿头了 如果你有看一下 那个威廉王子 还是什么王子 也禿头了 这个女王还在 还没做国王 所以这个 这个阿瑟士王 他爸爸 平婆 Solo王 做国王做很久 所以他就要害他父亲了 害父 所以他有逆罪 因入阿比狱 他应该要下阿比地狱 但是以诚心向佛顾 灭阿比罪 因为诚心来向佛 忏悔 视为三宝救护利 这个就是三宝利 阿瑟士王 他灵命中的时候 生病 都治不好 所以他很痛苦 问了很多大臣 怎么办呢 有什么药吗 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我 他那时候已经后悔了 我为了要夺王位 我害父亲 所以 那个有人就跟他说 你去皈依三宝吧 所以他去皈依三宝 那么就没有多少比例 所以这个是三宝救护利 又如在三宝旷野恐怖之处 比如说我们在山上 野外 害怕的地方 若念佛功德 162页 如果我们能够念佛的功德 恐怖极灭 这个我们心里面的 这个恐怖就会害怕 念佛功德就是念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比如说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无量的功德 能够涉取一切的众生 救护我们 离苦得乐 这个叫做念 这个阿弥陀佛 或者是持方诸佛的功德 我们有佛的保护 有佛的功德 这个恐怖 心里面的恐怖就会消灭 事故 佛归凭三宝 救护 不虚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归一三宝的话 那么诸佛 三宝的 加持 是不虚妄 当然就是要有信心 信心 如果我们真的归一三宝的话 相信三宝的话 不再恐惧 不再疑惑 那么就算不如意 我们也能够甘心的接受 这样子才能够 相信三宝 不要说我 我求这个我都没求到 那就觉得说三宝不灵 没有想说自己业障很重 只有想说 三宝不灵 早看有没有比较灵的 所以这个要信 所以归凭三宝 救护不虚 古德云 大德说 山有玉则草木润 全有龙则水不